第一個就是說太瘦也不要放太大 假體就是因為它不是蒸的東西嘛 所以你要以假亂蒸 你要觸感好 你本身上面覆蓋的皮膚就要有一個一定的厚度 那假設你貪心想要放大 雖然說外觀看起來好看 可是觸感可能就會因為關係摸到 但會看起來很假假的 大部分的客人 如果說它本身有一些脂肪堆積的問題 比如說產後腰腹的地方或大腿內側手臂 或一些脂肪堆積 那他們想要抽脂抽掉 那剛好胸部因為生產過後 胸部上緣的地方比較不夠 脂肪量不夠 覺得比較凹 那他們就可以建議抽脂來補胸 那當然它還是有一定的條件 如果太瘦的客人你就沒辦法了 但如果比較瘦的客人 像剛剛你問的哪些適合做熔乳 很瘦的客人 他要在一個晚上內瞬間變大 那就是做熔乳 還有另外就是說比較瘦的女孩子 脂肪對她來說其實也很重要 因為第一個我們放甲體 剛好講甲體放進去之後 你皮膚太薄 觸感也會差 外觀看起來也會有一個很明顯的皮包骨 然後突然之間有一個胸部的感覺 但會看起來假假的 所以我們在手術同時抽一些脂肪 在熔乳的過程中 鋪一些脂肪在邊緣 甚至有些人是大小胸部不一樣 我們在小一點的胸部的地方補一點脂肪 然後再植入可以同時做 那這樣子的話可以兼顧觸感 然後外觀看起來比較自然 所以其實也不一定是誰就一定適合 有些是混合的療程 大小胸我喜歡做的事情就是說 大的胸部就要放小的甲體 小的胸部要放大的甲體 所以這個落差放進去之後 原本小的胸部放大的甲體 那個皮膚已經很薄了很細了 你又放一個大的甲體 那個觸感就比較差 大的胸部放小的甲體進去 觸感就好 所以他就會抱怨 他說觸感會有差 所以我就會跟客人說 要不然我就先幫你補脂肪 可以手術同時做 抽了之後 甲體放進去之後 在邊緣的地方趴鋪一些脂肪 好處是說第一個 皮膚變厚啦 大小也不用放差距太大 那樣子的話觸感就更好 那大部分的女孩子 因為他們都會上網查功課啦 我們的客群大概他們都是理性的 所以大概跟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都可以接受 他想要大一點 那我們稍微妥協一下 我們大概通常會達到一個 很好的最後結果啦